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我最喜欢吃麦克力 和家人一起用餐 六岁的陈明泽 碗里头没有肉肉 我再给你一个很好吃的煎鱼 怎么办 你会吃吗 不要 为什么不要 很好吃的 很香的 煎的 为什么不要 我要吃酥 在还没有进入幼儿园之前 它都是肉食的 它基本很少吃菜 然后老师跟它说的鱼 找不到妈妈 鸡找不到妈妈 它就觉得很可怜 它看到好像很好吃 但是它知道不是素食是肉的话 它就不会吃了 明泽的改变 长厨的母亲和外婆最是惊喜 为了让她营养均衡 费尽心思 有煮那个红枣的水给她喝 红枣餐那个当心 有时这样煮给她喝 一个月煮两次这样给她喝 以前她是很执着 我说OK 她只认识这样或者那样 她就只吃那两样 然后慢慢我就跟她讲说 OK 这个你要也是要吃 因为这个也是有什么营养 然后她慢慢认识那个食物的时候 她就觉得OK 五岁的时候 明泽的眼睛被诊断患有葡萄墨盐 但父母依旧让她继续入素 我第一个问题问医生的就是说 素食对她的病情会好还是不好 然后结果医生是说 素食反而对她更好 因为素食可以让到她身体 发炎的那个因子减少 我们是希望有一天 她可以靠着这种自然的食物 素果可以不需要在药物的 那个帮助之下 也不会发炎 我要吃到往生的时候 因为吃素身体健康 大约新闻 这是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